应付四个变态哥哥的催婚 我大肆宣扬非京城太子爷不娶 哥哥们无语 只好作罢 我也因此躲过了整整三年的相亲 圈里 人人称赞我对太子爷用情至深 三年不曾变心 我在背地里笑得不行 我压根都不认识他 反正那什么太子爷十几年也不回国 正好拿来做我的挡箭牌 几天后 正参加宴会的我突然被发小韩秋秋拉到一旁 完蛋了完蛋了 我刚才听我爸说 秦吴缺要来 韩秋秋急切地倒 什么 我下得手里香冰都差点倒了 不可能吧 我都没听说他回国 你这消息 真的假的 千真万确 他昨晚回到秦家了 我听我爸说 秦吴缺亲自打给他的 说来给我爷爷贺寿 估计马上就到了吧 那我怎么办 特么他要来早说嘛 早知道本少爷就不来了 向来天不怕地不怕的我露出一丝慌张 要不我现在就走 我爸已经让人准备迎接了 我估计现在场上已经有人接到消息了 你现在走可太明显了 岂不是告诉大家你怕见到秦吴缺吗 你现在的人设可是他的爱慕者啊 应该巴不得见到他才对啊 我急了 可是我心虚啊 我还没见过他吗 我就只是私底下嘴炮厉害 当着他的面我演不出来啊 那你就等着继续被你奶奶逼着相亲吧 韩秋秋一甩手道 秋秋 我最可爱的秋秋 看在我们做了这么多年胡朋狗友的情分上 帮帮我呀 要不我和我奶奶说我一情别恋爱上你了 别别 唐少爷求放过 我怕你奶奶真找我们家联姻 我可不愿为了你一个胡朋狗友葬送我的婚姻 韩秋秋白首坚决拒绝 无言 放眼整个帝国 也就秦无缺一个人 你奶奶没办法逼他和你结婚了 为了你无限美好的单身生活 你就演演吧 我想了想这一年过得无拘无数的幸福时光 任命的闭了闭眼 行吧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无缺 这次回国准备待多久啊 秦玉玲微微转头 一双桃花眼望向身旁的秦无缺 问道 秦无缺端坐在汽车后座 眼皮都不抬 视线落在膝盖上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上 金丝眼镜片上反射着屏幕上满页滚动的英文项目书 凌厉的眉棱 鼻挺的鼻梁 削薄的唇半 利落的下颌线 棱角分明的轮廓傲然冷裂 侧面每一根线条自成秋鹤 周身散发着只可远观 生人物尽的气息 秦无缺一目视航流浪完毕 和上笔记本电脑放置一旁 对副驾驶做的助理嘱咐道 从桥 项目书我看过了 没什么问题 就让项目组直接进行吧 好的 秦总 秦无缺这才取下眼镜 看向秦于林 古井无波的眼眸锐利又深邃 好像在美的风月都融不进去 国外的生意最难的部分已经解决了 如果还需要我留在国外 那我也不必养着底下这么多人了 秦于林一边呵呵笑了两声 一边俯了两下掌 秦总说话果然不一样 你的意思是 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秦无缺微微汗手 爷爷年纪大了 我也放心不下 应该不走了 你还管爷爷 我提醒道 差点忘记你是爷爷带大的 也好 我们哥俩可是好些年没剧了 以后我可又多了一个酒友了 秦无缺文言 微微皱眉 乱七八糟的酒会别找我 放心 我有分寸的 话说你如今回国了 是不是也该考虑考虑终身大事了 你都二十八了 我都听爷爷说好几遍了 你二十七也差不了多少 怎么不考虑 秦无缺不以为然 随意回了一句 我要是结婚了 帝都的小少男们可不得哭死 说起来 你母胎馊了这么多年 兄弟我都不知道你喜欢什么类型 秦玉玲脱塞思索着道 总不可能真的当一辈子和尚吧 秦无缺回击道 你如果还管不了你那张嘴 我就直接帮你找个联姻对象 让他管管你的嘴 别啊 秦总 我错了 饶了我吧 那我说点八卦好了 秦玉玲眼睛亮了亮 今天我应该在场 哎呀 有点期待他看到你的表情了 我是谁 秦无缺头也不抬 仿佛随口一问 你忘记了 我和你提过的呀 帝都第一玩哭 大言不惭说非你不娶的唐家小少爷 我呀 秦无缺稍稍抬眉 从大脑的某处鸡脚嘎拉里总算记起来 秦玉玲好像是和他提到过 秦无缺不以为意 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不值得他挂心 小孩子随口吹的牛皮 你也当真 小孩子 比你小三岁的小孩子 秦玉玲扫了眼少年老成的秦无缺 懒得再和他争辩 秦总 到了 从桥适时提醒道 无缺 昨晚刚回国 今天你就赏脸来 真是辛苦了 老爷子知道你要来别提多开心了 韩家主亲自到门口迎接 热情地招呼着秦无缺进屋 秦堂汉李楚 帝都五大豪门 原本秦家的家族资产名望就排在最前 前几年秦无缺接手秦家后 把秦氏的生意又扩了一番 其他四家如今更是望尘莫及了 秦无缺年纪轻轻 但商业手段老道 很利自虽 凡是和他对上的几乎都是惨败收场 如今谁也不敢小看 这个年纪轻轻的秦家掌权人 韩家主严重了 我是小辈 来恭贺韩老爷子九十大寿是应该的 担不得赏脸两个字 秦无缺嘴上客气 脸上依旧淡淡的 更没什么客气寒暄的笑容 韩家主不慎在意 笑了笑道 我先带你去楼上见见老爷子 待会时间差不多了再入戏 好 秦无缺汉手 一行人跟着韩家主往楼上走 无言 我看到秦无缺了 我爸带着他先去见我爷爷了 韩秋秋急匆匆跑来 笑我汇报秦无缺的行踪 秋秋 我怂啊 我在空调房里都急出了一头汗 我听说秦无缺可凶了 你不是也知道吗 在商界敢和他作对的公司基本都凉了 我这么大放厥词 他见了我会不会揍我呀 我 你之前敢说非他不娶 现在还怕什么 别怂 就是干 今天是我爷爷九十大寿 更何况他也得给你们唐家面子吧 再怎么样也不会对你动手的 韩秋秋给我加油打气道 我当时也就一时冲动 我也不知道会闹得人尽皆知 我越想越心虚 可以 你想想 你用秦无缺当了那么久的挡箭牌 被揍一顿也值了是吧 我挺直了腰 不行 谁动我的脸我和他拼命 我的身体也金贵着 我一根头发丝都不能动 我还是先走吧 我 你不要面子了 马上就要入席了 你可是代表你们唐家来的 到时候酒席上缺了你那可明显的不得了 大家肯定说你爱慕秦无缺这么久 他好不容易回国了 你却不敢见他 泽泽 你说说 这是你帝都小霸王的风格吗 对 头可断 血可流 面子不能丢 老子我今天豁出去了 秦无缺他要是敢对我动手 我就 我就报警 您真是这个 韩秋秋举了个大母哥 无缺 接下来我就不和你待在一起了 你刚回国 待会儿肯定很多人找你寒暄 我自己去溜达溜达 秦玉玲拍拍秦无缺的肩膀 道 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秦无缺皱眉 于玲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 秦玉玲摇摇头 没有啊 怎么了 秦无缺仔细一听 又什么都没有了 我心不在焉 道歉 我有些累了 秦无缺这句话一出 大家都拾去的走开了 秦总 您没事吧 从桥见秦无缺脸色不是很好 低声问了一句 从桥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秦无缺抬手暗了暗眉心 怀疑自己太累导致幻听了 秦总 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声音 就是有人在你身旁说话一样 说的是看不见我看不见我这样 从桥正住了 是一片刻才到 秦总 您 您该不会是撞鬼吧 秦无缺一个犀利的眼神扫向从桥 从桥咽了口唾沫 回答 秦总 我真没听到您说的声音 算了 可能最近太累了 真的幻听了吧 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我隔着人群 眼睛时不时瞟向不远处的秦无缺 心里默念 暗自气道 韩秋秋拍拍我的肩膀 安抚道 无言 放心吧你 秦无缺肯定和我爷爷他们同桌 我们吃我们的 那么多人呢 他不会注意到你的 可是我们和他隔壁桌呀 相离的不远 我怕呀 他看上去应该有一米九八 要是真的和我动起手来 我岂不是连一点招架之地都没有 我觉得你是启人忧天了 人家指不定都没把这事放心上了 真要计较的话 一年前都找你算账了 无言 你先坐着 我看到秦玉玲那个王八蛋了 在我家的宴会上也想泡在 想屁吃把他 韩秋秋说着就要撸袖子起身 却被我拉住了 秋秋 你们都分手了 还管他那么多干什么 你别丢下我一个人了 分手了他也得看看场合呀 今天可是我爷爷的寿宴 你等等我 我马上回来 眼见着秦玉玲和好几个小美男谈笑风声 韩秋秋二话不说甩开我的手 往秦玉玲走去 韩秋秋 我扫了一眼周围 不敢引起周围的注意 只好小声地骂骂咧咧 这个见色望有的叛徒 真是娇有不慎 各位亲友 请各位移步到餐厅入座 准备开喜 韩老爷子喜欢传统团团圆圆的寓意 所以这寿宴也是采用围坐在圆桌一起热热闹闹用饭的形式 我刻意等到秦吴缺入座了 才悄悄地进了餐厅 果然秦吴缺已经在手桌的主位左侧落了座 主位自然是今天的寿星函董事长得的 我正打算敲咪咪走过去时 肩头突然被一揽 把我吓了一跳 秋秋 你是想吓死 我一回头 发现韩秋秋身后还跟了秦玉玲 心里骤然一紧 妈呀 怎么又是姓秦的 秦玉玲笑得意味深长 这不是扬言要去我们家秦吴缺的唐少爷吗 怎么在门口鬼鬼祟祟的不敢进去啊 难不成是怕见到秦吴缺 我好胜心被激起来了 有我可是我 我会怕秦吴缺 真是好笑 韩秋秋也站在我这边 无言我们走 别理这个喜欢拈花惹草的花壶顶 秋秋 我们可是分手了 你促性这么大 难不成是对我于情未了吗 秦玉玲的桃花眼固盼风流 韩秋秋翻了个白眼 不理会 拉着我往里头走去 被这么一耽搁 大家基本上都已经落了座 次桌上剩下的三个位置 便是留给我三人了 我一看这座位 心里咯噔一下 都是分开的 而且只有一个座位背对着主桌 另外两个座位都刚刚好 和主桌的秦吴缺隔桌相望 我脚下一集 正要强占那背对着主桌的座位 其料秦玉玲像是刻意为之 率先一屁股强占了心机 秦玉玲一脸坏笑的看着我 唐少爷 愣着做什么 快做呀 韩秋秋一副默哀的表情看了我一眼 在剩的两个位置随便挑了一个座桥 我咬咬牙 这时候要是换座也太明显了 而且秦玉玲也在这桌 摆明是想看热闹 肯定不会让她如意的 我只好暗自祈祷秦吴缺不要注意到自己 默默坐了下来 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你看不见我 消失了一会儿的声音再度出现在秦吴缺的耳机 甚至她还能感受到若有若无的视线落在她的身上 念叨来 念叨去一直是这几个字 甚至还哼出了音调 秦吴缺确信自己不是幻听了 她怀疑自己可能真的中血了 秦吴缺锐利的凤眸扫是全场 没有捕捉到什么异常之处 但她刚垂眸 那偷偷窥视的目光又出现了 秦吴缺骤然凝神望去 正好对上一双明亮如星辰 灵动如露铜的眼眸 耳边无休止重复的泥南顿式切换成了惊慌失措的一句 妈呀 她看见我了 我没想到自己只是偷看一下 居然直接就和秦吴缺对视了 我心里骤然一紧 迅速低下了头 强装淡定的扒拉着碗里不存在的粉 她是看见我了吧 哎 我就知道也我长得这么好看 这些心里话全都落在了秦吴缺耳朵 秦吴缺目不转睛地盯着不远处 那个脑袋都快埋进饭碗里的青年 确定了自己居然可以听到 她的心声这一不可思议的事实 秦吴缺眼瞼一瞇 她是谁 好像很怕自己看到她一样 秦吴缺这边正猜测着 我在自己心里就已经自爆姓名了 你可是帝都小霸王我呀 怎么可以这么怂 可是我怕她打我呀 她看上去确实有点凶 我太难了 要不还是打电话 把家里的保镖都叫过来保护我 可是这样被别人看见也太丢脸了吧 秦吴缺饶有欣慰地盯着面前 不敢抬头的小安纯 只觉好笑 原来她就是扬言要娶自己的我呀 豪言壮语都传得沸沸扬扬了 结果其实这么怂 真是小孩子心性 果然是被唐家宠坏 看在唐家的面子上 她还不至于和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动手 秦吴缺身侧的寒家 主见秦吴缺面带笑语 好像心情不错的样子 正要搭话 其料秦吴缺下一秒脸色便阴沉了下来 见了面才知道秦吴缺气场是真强 早知道当年就不一时口快拿她当挡箭牌了 哎 不就是相亲吗 好好在国外待着不好吗 你回国了我很难掩啊 秦吴缺决定收回刚才的想法 她就应该帮唐家好好教训教训这个被宠坏的小孩 居然为了不去相亲 拿她当挡箭牌 还闹得人尽皆知 我脑袋垂得都算痛了 敲迷迷飞快又往秦吴缺这边瞥了眼 她干嘛还盯着我啊 难道真知道我是谁了 想找我算账不成 大哥 大佬 秦总 快别看我了 没见过帅哥吗 秦吴缺心里泛起阵阵冷笑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帅哥 吴缺 怎么不吃菜 是不是不合你胃口 秦吴缺身旁的韩老爷子见秦吴缺迟迟不动快 问道 不是不合胃口 只是想事情想得出什么 秦吴缺收回目光 拾起筷子 我一顿饭吃得食不知味 好不容易挨到散喜了 让我松了一口气的是 秦吴缺好像根本不在意她似的 散喜后秦吴缺变现离开了 压根没有找她的麻烦 我都觉得自己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了 秦吴缺驻足回头 清寒的目光不着痕迹地划过我明显放松下来的背景 眼里的情绪灰暗不明 我 我记住了 来日方长 一年前 唐家 吴言 我给你约了刘家小姐 你必须给我去见见 我和你爷爷都看过照片了 人长得好看 又温柔 学历又高 家世虽然稍稍差了点 但我听说人家对你挺有好感的 奶奶可先警告你哈 这次不准迟到不准胡闹不准不去 听到没 唐老夫人对着我耳提面命道 我的笑脸渐渐军裂 疯狂抗议 奶奶啊 我才24啊 正是疯狂玩乐的大好年纪 怎么可以把时光蹉跎在相亲上 我心里富费 女人只会影响我打游戏的速度 谈恋爱有什么用 有游戏好玩吗 有跑马好玩吗 有赛车好玩吗 老子是单身主义 单身主义万岁 家里就是太宠你了 才把你宠得这么无法无天 你的四个哥哥都成家了 就差你了 奶奶都这么老了 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 你可得多为奶奶考虑考虑 唐老夫人说着 还故意咳嗽了两声 装作一副老太笼中的模样 我嘴角抽搐 奶奶 您昨晚还说要跟着我去蹦迪 您这经历起码还能再活20年 唐老夫人有些尴尬 陈吟道 奶奶又不是强买强卖 逼你马上找个人结婚 只是让你多看看 多认识认识个大家族的小姐 培养培养感情 说不定很快就找到自己喜欢的人 奶奶啊 我真的和那些大小姐们聊不下去啊 我想起前几次被相亲支配的恐惧 一咬牙道 奶奶 我实话跟您说吧 我对女人不感兴趣 没想到唐老夫人接受良好 拍拍她的肩膀道 早说嘛 奶奶我也不是不开名的 改名我就给你物色几个好看的男孩子 奶奶多问一句哈 乖孙你是上面的还是 这个还是要先问清楚比较好哈 免得找了个一样的多尴尬呀 我嘴角抽出 大脑飞速运转 最后脱口而出 奶奶不用找了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唐老夫人面露欣喜 是谁 快告诉奶奶 是奶家的孩子呀 奶奶可得好好帮咱们无言长长眼 我脑子一天混乱 实在搜索不到一个像样的名字 手指胡乱一指 视线落在桌子上的杂志封面上 就是她 我喜欢她 唐老夫人呼吸一君 不敢相信的问 乖孙 你说你喜欢秦无缺 我深吸了一口气 心道 本少爷豁出球 质地有声的道 没错 我非秦无缺不娶 娶不到她 我单身一辈子 今天随便吃喝随便玩 本少爷买单 我眼里带着几分醉意 举着酒瓶兴奋地坐在沙发上 众人纷纷欢呼 谢谢唐少 今天的厂子都是我相熟圈子的豪门子弟 几乎都是臭味香头的顽固 但家里的产业都不及唐家 零用钱也比不得唐家对我的予取予求 我爱玩 出手也阔绰 大家也乐得与他亲近 秦于林 你找的什么地方 隔壁也太吵了 秦无缺刚来没多酒 酒都没喝一口 就把酒杯重重放在桌上 不由的醋没到 无缺 这家会所的隔音已经很好了 能在这里消费还玩得这么嗨的 整个帝都估计就是我了 你怎么敢肯定 秦于林掏出手机 演出了朋友圈 因为她不久前刚发了朋友圈 秦无缺扫了眼手机屏幕里的合照 我面色通红 显然已经有了醉态 和一群人勾肩搭背 看上去玩得正嗨 秦无缺接过秦于林的手机 点进我的朋友圈 发现她的娱乐生活相当精彩丰富 火然对得起她帝都低一顽固的名头 秦无缺轻痴 嘴上装作对我情根深重的样子 甚至闹得人尽皆知 其实私下里却过着这种声色全马的生活 唐无言 说出去的话 可是要负责的 秦于林见秦无缺面色不善 突然起身往外走去 一脸猛逼 无缺你去哪 包厢里的其他几个人都是秦家圈子的人 赶紧起身道 秦总看上去跟要去打架一样 我们是不是要赶紧跟上去 难道无缺是要做唐无言 唐无言可是唐家的心肝 唐无言要是伤了 唐家可不得找我们拼命 秦于林一拍大腿 急忙跟了上去 推开厚重的包厢门 原本就已经异常嘈杂的音乐声和嬉闹声 顿时放大数倍 争先恐后的钻进耳朵里 秦无缺眉头拧得更深了 屋里人影交错 秦无缺的视线一扫 精准地捕捉到在包厢中央 正和旁边的人勾肩搭背 说笑喝酒的唐无言 距离门口交近的人 率先发现了包厢近人了 扫了秦无缺一眼 你谁 秦无缺一个眼神扫过去 嗓音听上去已经到了忍耐的极点 去 把音乐关了 好好 马上 音乐骤停 大家不满地看向关闭音乐的人 唐无言率先发难 干嘛呢 接着放啊 嗨到通宵 是是 秦无缺这是要来砸我的场子 秦无缺犯着几分良意的视线 落在唐无言的脸上 唐无言脸颊上戴着飞色 面上虽然竭力保持着 端方自持的冷静模样 但微微颤抖的眸光和微敏的薄唇 都暴露了他内心的忐忑 包厢里陷入了诡异的寂静 一时间谁都没有说话 甚至大气都不敢出 大家的目光悄悄在秦无缺和唐无言身上 扫来扫去 心里翻腾着各种八卦的猜测 唐无言强坐镇定 淡淡一笑 秦总大驾光临 不如坐下来喝一杯 快拒绝我 快说你走错房间了 快点走 妈呀 他看上去好凶 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愿意为了救我得罪秦无缺 老天啊 我愿意一声昏速搭配 日日晚睡晚起 换秦无缺现在马上立刻离开我的包厢 唐无言表里不一的小心思莫名取悦到了秦无缺 现在知道怕了 晚了 秦无缺低沉的声线缓解了包厢里尴尬的气氛 不用了 你这里人太多了 说的对 我不留你了 再见 再也不见 唐无言提着的一口气刚要松下来 没想到秦无缺继续道 不如唐少爷去我的包厢坐坐 唐无言 干 这是真的要关上门打我一顿的意思 我现在报警的话 警察叔叔来得及在我被打之前赶来吗 唐无言硬着头皮拒绝 我这里还有一大帮人要招呼呢 不是很方便 下次 下次吧 秦无缺悠悠的目光在众人身上转了一圈 你们需要唐少爷招呼你们 大家一个机灵 立刻意会到了秦无缺的意思 纷纷摆手 不用不用 唐少尽管和秦总去 不用管我们 那唐少爷 走吧 唐无言和秦无缺对视一眼 显然看到了秦无缺眼里的不容智慧 唐无言僵硬地转过头 看向韩秋秋 眼里的意思相当明显 韩秋秋深吸了口气 不行 不能对自己的死党见死不救 秦无缺再怎么生气 应该也会顾念着他们身后的唐寒两家吧 韩秋秋起身 秦总 无言喝醉了 不如我也跟去看着他吧 不等秦无缺发话 秦玉玲就特别有眼力见地走进来 道 无缺要和唐无言聊天 你瞎掺和什么 我看唐无言说话流利 清醒得很了 秦无缺眉少一条 怎么 唐少爷这是不赏脸了 大家后背不约而同地生起一阵凉意 都听出来秦无缺这一句话里的不悦和威胁了 怎么会呢 唐无言只感觉自己的脚不受自己意志的控制 一步步向秦无缺走去 救我 谁来救我呀 我愿意把我的零花钱分一半给他 秋秋 救救我 韩秋秋像是听到了唐无言无声的呐喊 可是他却被秦玉玲缠住了 无缺有分寸的 你别去惹他 秦玉玲伸手拦住了韩秋秋 秦玉玲我告诉你 我们可是早分手了 你别动手动脚的 我告诉你非礼 你信不信 韩秋秋努力挣扎 可惜在体型力气上 他实在不是秦玉玲的对手 韩少爷好大的气性 分手了 脾气渐涨了 唐无言闭了闭眼睛 行吧 明年的今天给我多少点纸钱吧 包厢里只有秦无缺和唐无言两个人 秦无缺靠坐在沙发上 俊美无仇的面容却带着摄人的压迫力 再加上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强大气场 跟坐在王座上没什么区别 唐无言隔着桌子坐在软凳上 从高度上就低了秦无缺一节 气势足足打了一个折扣 心里更是坠坠不安 白皙的手指无意识地搅在一起 好尴尬呀 我知道我好看 但也不用一直盯着我瞧啊 说话呀 这是要我先开口 我要说点什么 秦无缺骨节分明的长指搭在膝盖上 一下下轻轻敲着 一边听着唐无言心里的自言自语 干大吗 他倒是不觉得 听多了唐无言自恋的自我夸赞 秦无缺不由地细细打量起眼前 这位明明局促不安 却始终装作泰然自若的唐家小少女 果然是娇生惯养被宠到大的 唇红齿白 言如讨理 明明是出了名的顽固 但周身轻贵干净的气息 倒是不让人生厌 最妙的还是这双眼 些许的醉意让这双 原本就水润深光的双眸 更染上了一抹艳色 犹如被三月春雨打湿的桃花 心里出尘 又带着捕获人心的魔力 凭心而论 这唐无言确实生了富豪颜色 他倒不算自卖自夸 不过容貌向来 击不起秦无缺的半分波澜 若是秦无缺真的看中样貌 凭他的身份地位 什么样的美人得不到 样貌再美 倒不如唐小少爷的这颗心有趣 秦总 不是说喝一杯吗 最终还是唐无言打破了沉默 你想喝就喝 我暂时不用 秦无缺化毙 起身站了起来 你不喝我还喝什么 有本事放我回去 我和他们喝到通宵 你站起来干嘛 不会真的要动手打我吧 秦无缺心里莫名多了几分无奈 这个小脑瓜子在想些什么 他怎么老是觉得自己会动手打他 先不论他犯了多大的错 就凭他是唐家人 秦无缺也断不可能对他动手 秦唐两家向来关系尚可 生意上也有合作 即使唐无言真的惹恼了秦无缺 秦无缺做到极致 也只会是逼唐家自己处理了唐无言 他走来走去的干什么呀 难不成是在找什么撑手的工具不成 秦无缺走到包厢的最边上 然后慢慢缩短和唐无言的距离 最后得出了结论 只有和唐无言距离差不多五名以内 他才可以听到唐无言的心声 世间竟然有这般匪夷所思的事 秦无缺走进唐无言 居高临下的凝视着唐无言 为什么只能听到这个人的心声 他有什么不同吗 唐无言的心陡然悬了起来 来了来了 真要来揍我了 我只有一个请求 别打脸成步 怎么还不动手 要杀要把痛快一点好吗 唐无言敲咪咪往上瞥了一眼 别说 这秦无缺长得真帅 这么刁钻的角度都hold得住 秦无缺只觉又好气又好笑 可别真喜欢上他了吧 得知唐无言是拿自己当挡箭牌 这个人也挺有趣 秦无缺才会愿意来逗弄逗弄 若是唐无言真的喜欢他的 那秦无缺可不愿招惹这个麻烦 自然就会远离唐无言了 秦无缺做回原位 注视着唐无言 我不喜欢你 单身主义万岁 我要怎么回答 要不趁这个机会澄清一下 其实都是大家的谣传 不信谣 不传谣 那你为什么不澄清 知道唐无言不喜欢自己后 秦无缺可就不客气了 打定主意要让唐无言常常教训 你这样破坏我的名声有什么企图 破坏你的名声 到底是破坏了谁的名声 我唐无言喜欢你还丢了你的脸啊 你不知道有多少人排着队等着被我喜欢吗 秦无缺语气冷硬 试探道 或者说 你是想利用这个谣言达到什么目的吗 唐无言震惊了 秦无缺怎么这么聪明 唐无言绞尽脑汁的想着措辞 我有澄清 秦无缺眼皮一抬 但然道 说实话 你有没有澄清我一查就知道 唐无言心里一惊 事实上他不但没澄清 还任由流言发酵 这是把我的后路都斩断的节奏啊 唐无言心想 无论如何都不能承认 当年只是他一时冲动撒下的谎言 要是被秦无缺知道了 自己拿他当挡箭牌 估计就不止做他一顿这么简单了 要是话传到了奶奶耳朵里 奶奶肯定会很生气 说不定会给他安排每天三场的相亲 是这样的 以前是很喜欢 但是感情也会淡的 唐无言试探着回答 秦无缺故作不悦 所以你的感情这么廉价 一开始说的大张旗鼓 轰轰烈烈 结果一年就淡了 什么 一年还不够吗 你这是在逼我呀 生存欲让唐无言大腿一拍 索性一条路走到黑 现在看到你 又能回来了 秦无缺眉眼舒展开 嘴角擒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语 所以你现在是还很喜欢我 喜欢唐无言强颜欢笑的回答 才怪 秦无缺轻轻的应了一声 只是这一声应和更像是冷哼 不过秦总放心 我绝对不会打扰你的 我就是一个安安静静的 安安愤愤的爱慕者而已 唐无言再三保证道 秦无缺不置可否 心道 我可看不出来你哪里安安静静 安安愤愤了 话都说清楚了 可以放我走吧 我还要害到天明呢 走吧 秦无缺起身 啊去哪 唐无言一脸迷茫的望着秦无缺 正好我没喝酒 送你回唐家 不用麻烦了吧 我的局才刚开始呢 我才不回去 不麻烦 走吧 可是我 秦无缺直接打断道 不是说喜欢我吗 我送你回家 你应该很开心才对吧 呵呵 还想玩到通宵 没门 唐无言僵硬的点点头 好开心 包厢外 秦于玲和韩秋秋等人 站的走廊满满当当的 韩秋秋见唐无言看上去 完好无损 总算放下心来 无缺 你就是要走 秦于玲问道 我送她回去 秦无缺简单的回答 你送唐无言 秦于玲一脸诧异 不仅是秦于玲 就连韩秋秋等人 都惊讶的瞪大了双眼 无言 你要是被迫的 你就眨眨眼 韩秋秋道 唐无言眼睛眨得飞快 都快抽出了 太晚了 我就先回去了 你们玩 我就是被迫的 才不到十一点钟 一点都不晚 我还想玩 秦无缺 不 你不想 走吧 秦无缺率先往外走去 无言 韩秋秋试图摆脱 秦于玲 禁锢住她的双手 谁马上帮我报警 有人非理我 秦于玲毫不松手 秋秋 你再说这样的话 就别怪我真的 做事这个罪名了 唐无言可怜巴巴的 迟迟不肯卖腿 刚走了一步的 秦无缺转头 发现唐无言还傻愣愣的 在原地朝韩秋秋 姐妹弄眼 直接伸手拽着唐无言 连帽卫衣的帽子就走 扯得唐无言 向后亮枪两步 才敢怒不敢言的 转身跟着秦无缺离开 你们说唐绍这算不算 美梦成真 看样子 追到秦总指日可待啊 是啊是啊 唐绍单身这么久 心里肯定是对秦总念念不忘 韩秋秋 呵呵 你们真是图样图森破 这车不是RO2的最新款吗 秦无缺居然买到了 真是羡慕极度恨的 还是我最喜欢的银黑色 高端 大气 上档次 秦无缺还算有点眼光 唐无言看到秦无缺的坐驾时 两眼放光的跟手电筒一样 这款车全球只有十辆 简直是限量版中的限量版 只供应给等级最高的会员 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 听到唐无言心里话的秦无缺稍稍无语 不就是一台车吗 至于这么激动 秦无缺回国后还没买车 家里的车又不喜欢 正好RO2出了一辆新款 秦无缺一看性能不错 就买了 并没有管他是不是限量版 唐无言心里激动澎湃的要死 但他不允许自己脸上出现 这么没见过世面的模样 端着一副恰到好处的欣赏姿态 在副驾驶上落了座 系好安全带 轻描淡写地道 车子还行 不是还行 是完美 完美 我这么爱他 为什么我得不到他 秦无缺无言踩下油门 听听这发动机的声音 这性能真是绝啊 也我想开着他去秋明山飙车 唐无言脸上依旧是云淡风轻 车子还可以 不是还可以 是牛逼 牛逼 秦无缺哑然失笑 好吧 既然唐无言这么喜欢 那就带他逛两圈过不饮好了 这好像不是去唐家的路吧 他该不会是想把我带去 什么荒芜人烟的地方丢下吧 秦无缺 这孩子是有被害妄想症吗 带唐无言发觉 秦无缺只是在环城路 逛了一圈之后 才放下心来 我知道了 他就是想显摆 可恶 真是被他装到了 秦无缺 秦无缺果断收起 还想再带唐无言逛一圈的心思 二话不说 就往唐家的方向驶去 时间也不早了 我就不请秦总进去坐了 唐无言解开了安全带 一副善解人意的模样道 时间其实还很早 但我就是不想让你进去 奶奶他们看到了你肯定会乱想 快走吧你 秦无缺故意道 我给你当了司机 你就这么不客气 是我求你了吗 我让你带我回家了吗 我原本是打算嗨到通宵的 唐无言心口不一地道 谢谢秦总了 秦总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 秦无缺原本也没打算进去唐家 便不为难唐无言了 点点头示意唐无言下车 唐无言迅速下车 关车门前还特别乖巧地道 那秦总慢走 快走吧你 秦无缺嘴角一扬 手掌利落一转方向盘 掉头离开 这车子真是绝 随着距离的拉远 唐无言未完的心声消失在秦无缺而尽 唐无言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 感叹道 这辆车真的绝了 门外这一幕都落入了在阳台的唐奶奶眼睛里 是谁送无言回来的 居然让他这么依依不舍 唐奶奶掏出手机 拨打了一串号码 老刘去查查监控 看看是谁送无言回来的 唐奶奶挂了电话 发现自己的小号聊天软件上居然收到了上百条未读 唐奶奶点进帝都豪门吹水八卦群一看 惊得嘴巴都喝不上了 唐奶奶赶紧又给老刘打了一通电话 老刘 不用查了 我已经知道了 本来以为自己的乖孙很可能要孤独终老了 没想到皇天不负有心人 柳暗花名又一村了 虽然要把秦家掌权人搞到手势有些难度 不过没关系的 乖孙 奶奶来帮你 唐老夫人握紧手机 下了决定 秦氏集团 你说唐老夫人要见我 秦吴缺在办公桌后面抬起头 望向丛桥 是的 秦总 唐老夫人已经在楼下等着了 您是见还是不见 秦吴缺一时摸不清唐老夫人的难意 但直觉应该和唐无言有关 请他去会客室 秦总 我贸贸然前来 不会打扰了秦总吧 唐老夫人笑得和蔼可亲 看着秦吴缺的眼睛里盛满了买意 唐老夫人客气了 叫我名字就好 在唐老夫人面前 秦吴缺还是保持着晚辈应有的谦逊 那我就不客气了 吴缺啊 说起来我和你奶奶可是好姐妹 可惜她过世的早 不然我们两家应该会更亲近些 秦吴缺淡淡的硬着 她听得出唐老夫人的嗜好 只是在不清楚对方的来意之前 秦吴缺向来不会做出太多回应 这是秦吴缺在商界做生意养成的习惯 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唐老夫人看出秦吴缺刻意保持着疏离 心道 这小子戒备心真强 真是滴水不漏 难怪这几年在商界风头无两 吴缺 你刚回国不久 不知道有没有见过我们家吴缘呀 唐老夫人故意试探道 秦吴缺暗存 果然是为唐吴缘来的 是唐吴缘的意思吗 秦吴缺诚然回答 之前在韩董事长的寿宴上见过 昨晚在会所凑桥也碰到 唐老夫人仔细观察着秦吴缺的反应 眼睛是骗不了人的 看来秦吴缺目前对乖孙还没有感觉 唐老夫人笑了两声 我们家吴缘了 自小就被宠坏了 也不知道有没有给你添麻烦 添麻烦倒是没有 还算是添了点乐子 那就好 那就好 你如果有什么看不过眼的地方 尽管帮我们好好管教管教 秦吴缺察觉到唐老夫人话里有话 开诚不公道 唐老夫人有话不妨直说 是这样的 我们家吴缘也二十五了 一直没做过什么正经的工作 我们唐家倒不是给不出一个职位 只是我们家对吴缘宠的都习惯了 容易心软 让他去别人的公司 只怕别人也都会供着他 我思来想去 整个帝都也就只有你这可以约束约束他了 秦吴缺有些讶异 唐老夫人的意思是想让唐小少爷来我这上班 不错哦 不知道你怎么看 秦吴缺细存 唐老夫人说的不错 在整个帝都 唐无缘这个玩石想来只有他能搓磨搓磨了 更重要的是 现在秦氏的海外市场也开拓的差不多了 总体生意蒸蒸日上 秦吴缺也少了几年前的拼搏镜 也算是多了几分闲心 若是把唐无缘放在自己眼皮子底下 想想应该挺有趣的 既然唐老夫人开口了 这点小事 我确实应该满足的 只是如果唐少爷在我这里受了什么委屈 我就怕老夫人要心疼了 唐老夫人见秦吴缺答应的痛快 心里暗道有戏 乐得白白手道 无缘那孩子被我宠坏了 受点委屈也无伤大雅 那我们就说定了 不知道给我们无缘安排个什么职位啊 唐老夫人说话间 星座都写上去了 要是不写的话 可能一张纸都太空了 秦吴缺把简历放下 道 我刚回国正好缺一个助理 不知道唐老夫人对这个位置可还满意 满意满意 那我就让他明天准时来报道 以后就多多拜托你了 唐老夫人乐得眼睛都眯了起来 太满意了 助理好啊 这样接触的机会才多呀 秦吴缺心里犯笑 唐小少爷若是知道了 只怕是要欺诈了吧 唐无言确实要欺诈了 奶奶 我不去 唐无言双手插腰 小嘴一撅 坚决不去 奶奶就是给你创造机会啊 无言 别害羞 奶奶相信你可以的 唐无言没想到唐老夫人会来这么一出 恳切道 奶奶 可我不想上班了 我都没上过班 很辛苦的 我不去 唐无言心道 我更不想见到秦吴缺 为了你的终身大事 总得要付出些什么吧 唐老夫人看出唐无言的抗拒 决定推他一把 如果你不去的话 奶奶就当你放弃秦吴缺了 那奶奶就要开始给你准备相亲了 我实在没想到唐奶奶会助攻到这个份上 别说是你 就连我这个亲孙子都没想到 唐无言平躺在自己柔软的大床上 和韩秋秋通电话 你之前不是连见秦吴缺一面都怕吗 现在怎么就敢去当他助理了 接触了一下之后 我觉得他虽然看上去吓人 但好像对我确实没什么论意 他要真和我计较的话 早计较了 我现在担心的是 由我长得这么好看 秦吴缺若是老是看见我 会不会对我动心呢 唐无言厚脸皮而不自制地道 电话那头的韩秋秋嘴角抽搐 你可能真的想多了 我这个担心也很正常吧 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我之前听秦玉琳说 秦吴缺是清心寡欲过了头 都这个年纪了 连女孩子或者男孩子的手都没牵过 就这点上 你们倒是一样 不错不错 我们都是尊贵的单身贵族 唐无言放下心来 明天你要早起上班吧 有这功夫瞎想 还不快睡觉 我去都算给他面子了 还要我早起 想得美 先生 您是要找谁 前台小姐看着面前衣着精致 容貌非凡的唐无言 不禁小脸一红 唐无言友善地给了一个微笑 我来报道 前台小姐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这么帅的小哥哥 一看她的穿着就是个富家公子 居然是新同事 请问您的部门是 部门 我也不知道什么部门 据说是你们秦总的助理 唐无言诚实地回答 您稍后 我马上联系总裁办公室 没一会儿 丛乔就下来了 唐少爷 我是秦总的助理丛乔 请跟我来 唐无言跟着丛乔进了电梯 来到总裁办公室外 秦总正在开会 待会儿再带您去见秦总 哪里是我的办公室 唐无言四处打量 问道 不好意思 唐少爷 助理没有办公室 从巧指着总裁办公室门口的办公桌 这是您的办公位 您的公牌 还有工作手册都在桌上 行吧 唐无言默默叹了口气 坐下随意翻阅着工作手册 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工作 接电话 打印文件给秦总签名 整理资料 给秦总送咖啡之类 唐无言点点头 懂了 就是给他当打下手加跑腿的 秦总的喜好和禁忌 工作手册里都有写 您可以仔细看看 行吧 唐无言心道 不就是一个助理工作 难道我还干不了啊 再怎么说 这也是唐无言的第一份工作 唐无言还是信心满满 跃跃欲试的 果然是起太早了 他们都没回消息 肯定是还在呼呼大睡 秦无缺还没看到唐无言的声音 就先听到了他的心声 还早 现在都快十一点了 秦无缺走近 果然看到唐无言 趴在桌子上玩手机 你在干什么 秦无缺冷不防的一声 把唐无言吓得一个机灵 手机差点没拿稳 上班是不是不能玩手机 我这算不算被抓了个正着 我在等你啊 秦总 唐无言心虚极了 两眼一弯 扬起一抹格外灿烂的笑 秦无缺瞳孔不自觉一缩 轻壳一声 道 你不知道九点报道吗 我不知道呀 奶奶只是让我今天上午过来 唐无言眨巴眨巴也 一脸无辜的回答 九点 呵呵 鬼才起的来